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就要讲到一些动词的中顿 动词的中顿非常关键 在哪呢就是说我现在给你介绍日程 那你就会说动词的中顿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说我现在给你讲帝型 中顿的话就是一个动画就是一个帝型 那我们来看第一句话 这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说明天晚上9时にホテルを出発します 首先告诉对方明天明日は朝早晨9時に是在9点 明天早晨在9点ホテルを表示的是移动 出発します 首先要给对方介绍的是你的日程的时候 要介绍到说我明天早晨要几点从哪出发 这很关键 明天明日は朝9時にホテルを出発します 朝9時にホテルを出発します 朝9時にホテルを出発します 告诉对方 我早晨起来要几点去 几点出发 然后下面说到了 午前中は工場で打ち合わせをします 我们在上午当中 上午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在工厂要进行打ち合わせ 就是上班 就是碰头 就是进行一个小的会议 午前中は工場で打ち合わせをします 午前中は工場で打ち合わせをします 然后下面说到了 今瞬間就要紧々的中午的吃饭 对吧 大致以来说 昼食は工場の食堂でご用意します 这句话有点长 昼食的话是中午饭 昼食は午饭 工場の食堂で 在工厂的食堂 工場の食堂でご用意します 用意的意思是准备 他一定要准备的是这种东西 所以就要说的是 昼食は工場の食堂でご用意します 然后之后呢 就是说 就进入到 我中午这个饭完了之后 我应该怎么办呢 中午が終わってから 工場の見学に入ります て表示ろ から表示从 在这个表示之后 午饭完了之后 が 因为終わる是自动词用了が 工場の見学に入ります 就进入到了 工場的 建学的意思呢 就是参观 那么就会说到的是 昼食が終わってから 工場の見学に入ります 昼食が終わってから 工場の見学に入ります 那么也就是说 午饭完了之后 我们要进入到了 这个工場的 这个餐館 去参餐館工場 下面说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就是 谢谢您请我吃饭 也就是说 您是那个奔跑的人 您是那个忙碌的人 而在这个地方用的是 ごちそうします 就是我去吃饭 我去请你们吃饭 我去奔跑 是这个意思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变成了什么呢 也就是晚饭 是在六点 在晚上六点 然后我们公司 が是强调主语 强调了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给您 整个准备了 中华料理 给您准备了中餐 然后我们请您吃饭 就这个意思 我们请你们吃中餐 是这个意思 夕食は午後の六時に 中華料理を 当社がごちそうします 太长了 那你说 我要记得短一点 你就这样记 中華料理を ごちそうしま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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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你们 吃中餐 那么下面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应该知道 我们一直在说到的是 我做了之后 怎么怎么样 然后表示一个动词的 一个中盾 你特别要知道的话 动词的中盾 我们现在基础它的 就是 て 表示的是一个逗号 然后还有 非常关键的就是 から から的话 表示的是之后 我们刚才学到 非常关键的就是 終わってか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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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職が終わってから 这种表達方式 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那么你在给别人 介绍这个工作的 日程的时候 也是非常关键的 介绍的时候 很关键 很简单 首先时间 地点 还有要去做什么 然后之后 第二件事情 是要做什么 一个一个都是 时间地点 给别人进行 罗列 然后呢 一个一个竹条 告诉大家 如果你说 我呢 在去给别人 介绍的时候 我还没有那么的 就是感觉到 心里没有那么多的底 那就请你把 没有底的那些话 都用日语来写出来 你倒是照着念 就可以了 你看我现在不也是 写出来照着给你 念的吗 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感觉到 心里越来越有底 心里有底 就叫做 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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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在 下一个单元 再进行 继续的一些学习 圣化的学习 それではまた